UsUro 大家好我是聰聰 Odo主播又要上菜啦 這回我們要介紹的就是 過節 約會首選就是吃牛排 相信觀眾朋友 都會有自己的推薦名單 這回喬伊主播 要為您介紹一家 他大推的約會牛排餐廳 經典口味更是 古神巴菲特的最愛 而新入主的女總廚吳曉芳 她細心專研 並且加入新創元素 替店裡的明星招牌 佳服牛排 帶來更多層次美味 今天的Outdown 一樣要帶大家來吃美食 今天是我自己本人的口袋名單 是我覺得在台北新的 最好吃的牛排餐廳的前三名 我們一樣是請到了 我們這個美食師傅 費齊老師 要帶我們來一起品嘗看 這個好吃的牛排 嗨 大家好 我今天要介紹大家的是 是美國投資大師巴菲特 最喜歡的 抵牛熟成牛排 我們走吧 走 然後放進來嗎 對 好 放在中間的位置 手小心 對 好 這就是成功的第一步 把牛排放進去 這麼簡單 待會你會看到上面是一層油 那就是它在燒烤 這就是因為燒高溫的時候 它可以讓表面產生焦脆的原因 是這個樣子 你看它在跳了 你可以看到現在 就有滋滋的那個 因為油分 然後我們今天燒的這塊和牛 它是和牛的戰斧 所以它本身油脂很高 所以它到時候你燒出來的那個表面 就會非常的香氣 很厚 然後又很juicy對不對 對 好期待喔 好 那我們現在呢 這個戰斧牛排要上桌了 我們有請這主廚 小方主廚呢 來幫我們要做這個桌邊秀的部分 然後也要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戰斧牛排到底有多厲害 像這種大塊牛排 在這裡很受歡迎的原因 就是它可以分食 其實它很特別 因為它是美國的和牛 它的飼料 不一樣 對 所以它的甜度是比較高的 它除了油分高 甜度高 另外它其實它的肉香也吃得到 所以你不會吃起來那麼膩口 你看它這個超香的耶 觀眾朋友 我們大概坐在這個位子 距離這樣子的這個間隔 就可以聞到它那個肉汁的香氣 非常的濃郁 真的好香喔 那你想吃的吧 已經餓了 那這個牛排它比較特別 就是它有一個 我們常說的老套牛排 就是上蓋肉的部分 對 然後它還有一個肉腥的部分 所以它吃起來就是 它有兩個完全不一樣的口感 那對方各位上菜 煮這個的話是我們今天 煮餐的一個戰斧牛排 好 然後拿著這個馬鈴薯 把一個戰斧放在一起 甘肢牛排裡面它算是最大的了 最大的了是不是 是 你得到哪一個部位你就知道 你有多重要 通常我們會把蓋子的部分 那它就說 好,OK 對,給主客 是 因為它是最軟嫩的 是 所以我得到了一塊上蓋 對,所以你是 VIP 謝謝 對 所以其實在餐飲裡面很有趣 通常你得到什麼 你在像這種分食 你得到什麼 對 你大概就知道 你今天在這個桌子上的分量 是什麼 對 好好吃 肉很軟耶 嗯 因為其實通常看到這麼厚的這個牛排 大家可能會擔心說 是不是 比較硬一點 或說肉質不夠軟嫩 可是它沒有 它雖然很厚 可是剛剛一切下去非常好吃 這塊牛肉會受歡迎的原因 最大的就是因為 它其實也是因為 它吃在嘴裡是 有很豐富的肉感 可是它又會有 它的香氣跟嫩度在 牛排的味道有點鎖到馬鈴薯裡面了 這個好好吃 而且吃多也不會膩 在美國他們都是獨立的 一個蝦子 一盤 蟹餅一盤 所以當我們把它做成這種三拼的時候 它現在是我們最暢銷的一個前菜 的組合 對 所以它裡面有干貝跟蟹餅 跟憤怒蝦 很像吃西班牙燉飯的感覺 很好吃耶 它的醬料很厲害 每個海洋裡面都有的 每個海洋裡面都有的 對 每個海洋裡面都有的 所以我們把它就是假裝它是在 在西班牙被唠叨的樣子 它是少數傳承 然後能夠不斷承 甚至於它的傳譯 甚至於有新創的味道在裡頭 除此之外呢 它有一把刀 是從它在美國的烹飪學院 就一直跟在它身邊24年的牛刀 不是小事喔 這個就是硬刀 硬刀的話比較適合裁切 軟刀的話就是比較適合在剃骨用 因為它是比較可以貼近你的骨頭的 廚藝哲學家曾摘下米其林星星 早方主廚帶著創新 迎接新挑戰 領航定流餐飲 中文字幕後